全无产 启程回国 完美两跳 虽获胜赞 但奖金受到质疑 太不公平 大家好 欢迎收看本期的重谈体育 在步入主题之前 或者大家看完这条视频之后 同意我的观点 希望能为这条视频点一个赞 让更多喜爱以及关心全无产的人们看到这条视频 点赞看视频两不误 我们言归正传 第15届短持游泳试锦赛全部结束 中国队最终以四斤一银两同的成绩完美收官 其中19岁小姑娘在400米次游泳和800米次游泳两个项目上夺得两枚金牌 算得上是本次短持续赛中国游泳军团的大赢家 此外17岁小将唐千亭在女子100米挖泳上带给了国人惊喜 最后时刻以0.03秒优势战胜三连贯得主阿特金森 夺得了最终金牌 可以说这让外界对于唐千亭在巴黎安卫会充满了期待 而要说在本次短持续赛上新增设的跳水项目 中国队的全无禅无疑是赛场上最亮眼的明星 而在全无禅完成了完美两跳之后 可以说受到了外界一致好评 其中自己独自完成的20米跳带动作 拿到了79.5的高分 而在最后一轮与队友李正搭档拿到了全场最高分86.4的高分 而全无禅这两跳所得的分数是中国队的最高两个得分 这充分凸显了全无禅强大的实力 不过最终由于中国队的练军节的失误仅获得第三名 虽然说此次跳水项目仅仅是表演赛 成绩并不重要 但是这在一定场合上对于练军节来说确实需要总结 而在赛后获得跳水表演项目前三名的队伍 奖金也随之予以公布 冠军巴西队获得15000美元 亚军英国队获得12000美元 而收获第三名的中国队获得了10500美元 而根据最新汇率 中国队将会拿到68800人民币 虽然说这个数字看似是一个吉利的数字 而且对于普通人来说也不是一个小数目 但是要知道本次中国跳舞队派出了4名队员 分别是全无禅 王涵 李正和炼俊杰 所以说获得的68800美元 将会分给4位队员 这样一来每个人所得到的奖金就不会很多 发挥最为出色的全无禅 也许会多得一部分奖金 但是要知道全无禅的年龄是最小的 仅有14岁 而且本次跳水表演赛是直接跳入海中 可以说这在一定场合上增加了一定的风险性 而且组委会在海边搭建的跳台 也可以说具有一定的安全隐患 队员们登上跳台的梯子完全没有安全措施 而在比赛结束之后 国际永联主席侯赛因·阿尔·穆萨拉姆 亲自采访全无禅 第一次在海上跳水是什么感觉的时候 全无禅直言不讳的说道 虽然有些恐怖 但还是得跳 通过全无禅这段的表述 也足以说明了跳海对于一名运动员 确实具有一定的心理恐惧感 而上面的种种迹象表明 本次的跳水表演赛确实具有一定的安全演换 而这么一对比 完成完美两跳的全无禅 最多说仅仅能够拿到两三万的人民币 这对于冒着极大风险 并且年龄最小的全无禅来说 是有些不公平的 只能说组委会设置的奖金确实太低了 与运动员所承招的风险以及付出是不成正比的 但是国家跳舞队之所以安排全无禅 参加此次跳水表演赛 最大的原因就是能够增强全无禅 面对困难的调节能力 而如今看来 14岁的全无禅完成的非常完美 不管怎么说 包括全无禅在内的所有中国运动员 能够安全的回国 就是外界最希望看到的结果 虽然说全无禅在本次短时许赛 所获得的奖金受到了外界一定质疑 但是全无禅在赛场上 完全体验出了中国跳舞队的精神风貌 并且在赛后得到国际泳联主席高度赛扬 这才是全无禅参加此项赛事的最大收获 而在全无禅获得奥运冠军之后 可以说很大成功上改变了家里的经济情况 而之后全无禅参加比赛 可以说奖金并不是最为重要的 最为重要的就是能够为祖国争得荣誉 在这一点上是多少奖金都换不来的 最后我们也是祝福全无禅 未来职业生涯一帆奉顺 好了今天的视频就到这里吧 观众更多体谈热点新闻 请锁定重谈体育 喜欢小伦的视频 点赞转发 向观众友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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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